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觉得真的便宜 可以留意一下6030的中信证券 但昨天正式已经落幕 接下来五年是一个奋斗期 如果你有听习近平说话 如果听到习近平和习大大说这句话 就知道接下来有很多政策 要出来推动经济增长 股市很大机会一起向上 互相配合才会事半工配合 换个角度看 如果预测到很多券商都会多了生意 而这些生意都会自然留在一些老牌的券商 中信证券我今天选择这一款 也会受惠得比较大 要记得中信证券做很多新股 然后做很多大基金客 要看大行报告 大行都上调了目标价 例如大摩就将6030目标价调到21.13 还有4元的空间 增持平及德银 建议买入6030目标价又是看21.1 不过大家记住 我和大家说目标价是死的 当A股破位的时候 券商就会爆 大行都会再调升他们的目标价 到时可能看25 30 40都会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 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会记得 这件事就是当年舊市的时间 2015年的6月 那时证券商联手投入了过百亿 就走去帮国家接货 加上他们这几年的操作 都是高估低卖的 我现在预计他们的成本 大概是3000至3300点的水平 即是说现在3400 开始是有盈利回来的了 加上权重股 例如内银都创了A股新高 虽然H股这边立了些 但A股已经创了新高 很难想像他们那笔投资会输钱 即是说他们当年 帮手接货那块钱已经在赚钱了 至于中信政权来到香港那么久 已经立入了很多指数的成份股很久 也有很多衍生工具 我经常说水能载洲亦能复洲 当大小起的时候 投资者不止买正股 还可以买涡轮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卵商都要追货来做对冲 这个暗号底的东西 相信大家都知道 加上效应就会非常之快 2015年就是18至19元起步 就是6030元 炒到35至36元 效果很明显 退潮的时候就跌得很快 很快就跌回15元 之后几年就在15至18元这些位置 那里培回 因为A股也是浮浮沉沉 如果大家看A股就知道 其实人家不会突然是3400 没有批准就怎会是3400 站得稳呢 那你就开始静静起革命 相对现在中信证券 在17个多这个位置 我觉得都值得